大家好,我是Frank Leo矽谷地产的Emma 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下洛杉矶线的美轮美奂的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Museum and Botanical Gardens 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和植物园图书馆 如果您想要买卖房子或访问大洛杉矶地区 那您来堆地方了 Frank Leo从事湾区房地产三十多年 对这里的房产市场了如指掌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我 短信,电话或者邮件都行 随时为您服务 人们对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往往存在有短暂肤浅的偏见 洛杉矶帕萨迪纳的旁边 有一个毗邻的卫星城市圣玛利诺·萨玛利诺城 在这里有一座占地327亩的私人花园 亨廷顿图书馆 它以冰山一角的方式默默叙述这一百多年来 美国一位企业家私人花园里发生的故事 图书馆的主人亨利·亨廷顿 Hurry Edwards Huntington 1852-1927 升于纽约后卫太平洋铁路的拥有者之一 他投资了洛杉矶市内的捷运公交系统 还经营水能源与房地产 相由美国铁路大王之称而富甲一方 亨廷顿图书馆的正式名称是 亨利·爱德华亨廷顿图书馆 美术馆和植物园 简称亨廷顿图书馆 热衷于收集世界各地文化精华的亨廷顿 在60岁时退休 致力于砧板图书 手稿及艺术品的收藏 亨廷顿夫妇在1919年时签署了一份契约 把他们的庄园及收藏 转给一个非盈利的教育托管会 由此创建了亨廷顿图书馆 艺术馆和植物园综合体 图书馆收藏了很多古籍 真本 孤本 有巧搜的故事集 莎士比亚早期作品 华盛顿签署的文件 雪莱手稿等等真品 三座独立的美术博物馆 分别收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 18世纪的英法佳作 和美国300年来的艺术精品 亨廷顿图书馆的另一节作 是其精湛的花园群 14000多种树木花草 所形成的巨大植物园 包括不同玫瑰1000种 山茶花1500种 起形怪状的线人长2000种 享有园中之园 林中之林的美誉 各种沙漠植物 日本园 刘芳园 亨廷顿图书馆现藏600万册 真本藏书及手稿 主要是印美文学与历史著作 有些有着五六百年的历史 还有不少16世纪的中国地图 在真版馆 有葡萄牙地图专家 1547年在印度过阿 映制的根据葡萄牙文翻译的 英文中国南部地图 还有马可波罗的第一版中国地图 亨廷顿图书馆的特色 是收藏了丰富的 关于英国戏剧方面的资料 尤其是收藏了大量的 1640年左右的 英国初期戏剧脚本 其中也包括了 1914年亨廷顿所购买的 英国德文希尔公爵家的 完整的文库 在该文库中 有出自英国第一代印刷者 卡克斯顿之首的25册 英国最早的印刷本 也有第六代德文希尔公爵 对18世纪到19世纪 活跃在舞台上的 有名的沙图比亚戏剧表演家 约翰肯布尔在1817年 隐退以前所收集的 4000个英国戏剧脚本 当这些书籍转到亨廷顿手中时 数量已经达到7500多册 其中 1640年以前的书籍 约有700册 里面包括中世纪奇迹剧中的 切斯塔戏剧的 最古老的版本 而亨廷顿图书馆 藏有的沙士比亚戏剧的 对开本 四开本 是其他任何一个图书馆 都看不到的珍贵资料 如果认为 亨廷顿图书馆 只依靠这些珍贵的 古版本吸引眼球 那就大错特错了 亨廷顿不仅仅收藏 那些稀释真本 更热衷于收集基础的文献资料 并极力购买政府记录文件 古文件和书检等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这里是一个可靠的 富有魅力的研究场所 亨廷顿图书馆的创建者 摆脱了单纯收集图书的立场 制定了一个清晰而崇高的目标 为创造理想的研究条件 对图书馆加以扩充和发展 使之成为今天这个出色的研究机构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为能为客人提供 无与伦比的服务和专业知识 而感到自豪 如果您正打算在大洛杉矶地区 出售或购买房屋 请随时致点我们 4088280600 谢谢